好 那么今天即使蔡英文亲自南下来辟事密谈了 不过杨秋新依然表示心意已决 好 那么对于杨秋新这么样坚定的表态参选 有部分的声音就解读为 是国民党在操作气宝 不过国民党秘书长金普聪 下午到高雄跟青年军座谈的时候再次强调 这是民进党的家务事 所以不要扯到国民党的头上来 不过呢 也就在他受访完准备离开的时候 有个意外的插曲 一个老先生突然冲上前去 对金普聪大声的呛瞎 要他不要耍大牌 来看到底怎么回事 一句张什么老大冲着金普聪来 原以为遇到呛瞎事件 搞到最后才发现乌龙一场 我今天就爱党才来这边 搞半天原来不是呛瞎 老先生其实是资深忠诚党员 特地到座谈会场等上两小时 就为了跟秘书长说上话 但金普聪座谈结束就要上车走人 老先生老大不高兴 害秘书长只好下车陪笑脸 就当突发插曲 不过金秘书长要面对的问题还有这个 杨超新参选震撼弹在蓝绿两阵营开始发酵 我们在尽最大努力的时候 我们不敢说国民党在中间见缝插针 但是如果他们试图操作气宝 试图在这个地方想要借着所谓秋局的分裂 而赢得选举 人民的眼光是雪亮 绿营认为对手试图操作气宝想从中得力 但金普聪也反击 所以我们一定是要靠自己 做好准备等待翻盘的机会 不要自己内部的问题摆不平 就把责任转嫁勘托到国民党身上来 杨超新投身大高雄选战先波澜 金普聪定调为民进党家务事反驳气宝说 明日新闻王金纯正赵佐 高雄先报道